後續的挑戰是什麼 其實我是不是不怕的 但是我就覺得 小孩子總是要長大成人 那你要負責他的養育教育 那會不會我將來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很穩定的發展 不要說很好 很穩定的發展來支撐他 那時候有稍微想到一點點 我自己蠻有信心啦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在哪一個舞台 只要肯做 然後我對我自己還是有一點自信 我覺得還是適合這些變化的工作 比如說未來不管是做什麼 我跟太太有討論過 其實我們算蠻幸運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 就是當然他還會開玩笑說 那你12在家要幹嘛 他本來今天開玩笑說 他今天來頻道的時候 他就要當場問我說 那你到底明天之後你要幹嘛這樣子 存款還有一點點 太太的工作也還在 短期之內我覺得不至於說 會有比較大的像經濟的危機 有別家的電視台來挖掉嗎 沒有耶 趕快 你會到中市還是會留下來做轉型的工作嗎 我應該會留下來 因為到中市來講的話 其實他就是穩定著主播的工作 那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其實我本來心情上我就覺得 我一直在 這 這一年多這兩年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說 有沒有新的刺激跟挑戰 能夠再讓自己往前進 所以我本來就 會留下來 第一次有一個原生是在有線頻道的新聞台 要整個轉到網路 這個是 應該我想像中應該是沒有這樣的經驗過 所以大家 就是五個字 就是摸十字過分 以往我們都看收視率嘛 那我們現在看收視率 其實反而很注重到YT流量 什麼樣的話題 觀眾會很有興趣 老實說 的確 看到很多觀眾的回想是 欸 主播好可愛喔 或是主播要唱歌或什麼 那個是斷 我今天 我今天就唱歌了 我覺得 要自己開始先打破框架去試 可是我覺得 長久下來的話 我自己的想像 就是 新鮮度過後 你一定還是要端出牛肉來 雖然它可能不是像傳統頻道這樣呈現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些 資訊或是有一些新鮮 讓大家好奇 或是讓大家想看下去的東西 不是永遠在賣我們自己 我覺得啦 所以 我們最近一直在嘗試 像我自己 下午 他們希望我去直播的時候 第一次 當然我就是聊一些 我自己熟悉的話題 第二次我就 聊 我就規劃一個鬼故事專題 就是踹一下說 到底 網路上的觀眾他喜歡什麼 像這種主題式的 他喜不喜歡 或是他喜歡 大家很輕鬆自然的 聊天說地這樣子 不拘泥主題 我覺得就是慢慢慢慢這樣子 嘗試 以後可能 美節美節播報 或許對主播來講 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慢慢我們參與 新聞內容 或是說 呈現內容的比重會更重 對啊 這是我自己會覺得 比較期待的 對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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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主播